歡迎回到生活不就是這樣 我是小千 萬一眾矚目的這個 Steam Deck終於抵達單位啦 從一上市就是一直 得到我心心念念的這個Steam Deck 從我知道他到我真的拿到他 也是終於飄搖 這個東西在2021年的11月就上市了 所以我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很關注他 發表的當下我就已經決定要買了 但是那個時間點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還在這個挖礦時代 剛好就是全球晶片大缺貨 包括那時候比Steam Deck早一年發布的這個PS5 都還在缺貨 就是全世界基本上都買不到 你只能買到黃牛價 所以雖然說我決定要買他了 但是我對於什麼時候可以拿到他集資 也抱成期待 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 快一點半了 終於拿到他了 一開始在歐美去才買到 亞洲其實是不販賣的 一開始能夠拿到這個機器的 都是大碼 不管是有利還是有錢 你必須要付出很多額外的代價 你才能夠得到這個Steam Deck來開箱 到去年的8月 和我官方一樣宣布說 終於在亞洲區有開賣 他的合作夥伴是Komodo 然後8月4號 就是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我在 還在身上當兵 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馬上找到一個空檔去下訂 下訂的當下我們就買一個 可以購買的資格 變成像紅燈 然後12月2號的時候 他才通知我說 你現在可以付違款囉 然後最後12月20號的時候 他終於必要加電了 真的是千金萬苦 不過其實這個時間點我人已經在打買了 所以後來其實都是老闆 幫我代收 老闆幫我代開箱 然後老闆幫我帶過來的 嗚嗚 那這兩三年其實由於就是 顯卡跟CPS 這些的硬體設備 讓電腦遊戲的 已經走向4K光追 還沒有到完全普及 但是絕大多數的遊戲 你只要夠錢 就是4K光追 極高畫質表現已經可以做得到 那包括說 其實像PS5跟Xbox系列 他在這個次世代主機 也是透過他大廠訂製的 特殊的晶片 透過他封閉體系 對他的遊戲 在他的主機裡面做個環優化 絕大多數遊戲也都是可以玩 4K玩電影 不要死 家機跟PC已經走到這個 接近 4K光追這個程度 但是其實之前掌機 持續出最早期的 Gameboy系列 然後PSP 然後到最近 比較有 討論到的就是Switch 掌機的部分一直都是蠻 真空的狀態 考量點很多啊 就是因為他是行動裝置 所以其實電池是一個 限制這些科技的一大考量 包括他跟筆電 為什麼一直都還是卡在 有點不上不下的地方一樣 今年的魚人節ROG 透過魚人節來宣布參戰 越來越多的廠商 又跳回到掌機這個市場 所以其實現在掌機 也有透過硬體的更新疊代 他應該又可以讓掌機 其實再往至少穩定1080P跟高等速的 的方面去走 當然就是還是會考慮到 這個效能電量之間的平衡 為什麼他這台這麼棒呢 就是因為他的定價 定得非常的有成 其實就跟PS5一樣 如果你能夠原價拿到的話 他都是一台超級棒的 這個加機或者是掌機 OK 所以他其實就分64G 256G跟56G的版本 64G版本其實都價值 399美官方定價 那當然在各個通路 實際上可以拿到價格 跟或者是黃點拿到價格 其實不一樣 那這麼香的就是 他的參考對手就是 面向完全不同定位的 另外一個掌機Switch OLED版本 然後他的官方定價 其實就是349美 那其實只差50塊 可是其實 因為我玩Switch的人都知道 雖然說Switch 看起來美美的 就是很不錯 完成度很高的產品 其實因為任天堂的風靡 心讓他遊玩體驗 感覺都是很好 可是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不管你是玩掌機 或者是家機模式 其實他的畫質都是 不太好 雖然說他也是透過 大廠流式去訂製的SoC 但畢竟這個東西 出了好多年 2017吧 所以是6年了 然後再加上剛退出的時候 其實規格就 不是堆的文碼 因為這就不是任天堂的走勢 所以呢 Steam Deck 這個他是用了 最經世代的硬體規格 透過Volk的大廠流式 去訂製了一塊 強大的GPU 配上OK堪用的CPU 的一塊SoC 讓他可以幾乎順跑 市面上各種亂七八糟的 這個遊戲 基本上Steam身為 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遊戲庫 隨身帶著我的Steam遊戲庫 然後甚至 他還可以順跑 就是3A大作 真的是 漢堡 而且其實他 甚至就是別Squish 貴一點點而已 那對於我們這些 愛玩收集遊戲 這款遊戲的玩家而言呢 CP值其實顯得至關重要 考慮到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主機容量的問題 雖然說其實我有點忙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玩遊戲 但是我就是還是會看大家 介紹各種新的遊戲 或者是舊的遊戲復刻 然後再等到各季的這個特賣 還會去剝手 爆滿一波 64G他確實是真的很便宜 但是 其實64G我們也知道 不管是什麼遊戲 都是不夠用的 其實256G啊 我覺得不太可能會考慮他 因為他就是 沒什麼特色 要大不大 然後其實 價格也漲不少 當然你如果願意跟他買256G 他可能會很開心 再來就是5月2G的話 就是他其實多了 特殊Skin的硬殼包 可是這個是基本款 256G跟64G是一樣 那5月2G 據說有一個特殊款式 超級無用 再來就是5月2G 最多的 有用的東西是這個螢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螢幕 現在64G版本是 沒有抗炫光的 所以其實 光太強的時候 會以前的遊戲體驗 那5月2G 獨佔的這個抗炫光螢幕 確實是 還蠻吸引的 但是其實有個問題 就是5月2G 在官方通路的定價是 差了250枚 那在台灣 你大概可以入手的價格 跟64G版本 差了 相近9000塊 有點誇張的 嘿 買64G的人 基本上 絕大多數跟我一樣 是想要自己升級 稍微有一點點動手能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 改掉成 就是很不錯 更好的版本 所以近這半年來 SSD的價格實在是 便宜還有更便宜 每天都在殺 但是由於這個掌機的 體型限制 所以其實不管是任何掌機 或是很小的平板 或是小的這種筆電 因為他們其實採用的是這種特規的 2230 M.2 SSD 正常是沒有通路的 所以應該都是 特殊的OEM 然後去特別定時才會用 所以基本上能夠拿到的 應該都是拆機 或者是特殊管道 所以其實 2230的價格 其實還蠻硬的 蠻穩的 就是你如果 對於SSD市場的了解的話 就發現 2230其實 都比2280 標準尺寸的SSD 貴了不少 那當初 因為時間壓力 因為那時候 我就趕著出國 那還有一些因素 我想要趕快拿到它 所以呢 我沒有去選擇 掏一條 現在2230最大的層 容量大概就是到2T 我那個時候查的時候 大概可以查到 1萬3 1萬2 左右的台幣的價格 我那時候選擇的就是選ET 因為ET 相對來說 很符合我這個 CP值定義的容量 那時候的價格大概是 現在又掉了一點 後疫情後戰爭時代的 個人消費電子產品的 市場 其實就在萎縮 所以大家有 超多庫存 你只要請 其實你很難真的買到 最完美便宜的時間點 大家就根據自己想要的產品 然後根據自己 設定好的定位去改造 那當然也可以當等等檔看 能不能等到 超級便宜的頂組件 去打造你的 最強PC或者最強掌機 好再來就講到 它的本來就可以 儲存的地方 就是這個 MicroSD卡 那這就跟Switch一樣 MicroSD卡的話 我是挑V2G的 概念都是一樣 我選擇的是 這個產品 在市場上第二大的 那它通常就會有 目前比較高的CP值 如果有不知道什麼 就是小的容量到大概 第二大容量之間 大概就是價格跟容量成正比 但是最大的那個就是會貴一點 通常第二大容量 跟價格成正比之外 還會再便宜一點點 MicroSD卡的 目前最大的是 1T 那我就是買512GE的 所以當初也是花了1500 所以其實我的容量改造部分 我花了大概6000塊 然後得到了 大概1.5T的容量 相比於這個 它的原廠的512G 我就損失掉了這個 抗熏光螢幕 等於說我額外多了1T 然後又少了3000塊 所以我最後打造出 1.5TB的 攜帶式遊戲庫 然後只花了不到2萬塊 那當然遊戲的價錢是不斷的 SteamNag已經算是 還蠻容易拆機 那我們還是帶大家 簡單看一下改機流程 首先要記得 很重要很重要一點 把MicroSD拔掉 拆機的話 其實就是8顆 內四外四 那有看到有人說 這個螺絲特別容易崩牙的部分 我有測一下 我是用3.0的十字 找到一張信用卡 好朋友 或者是你有這個 撥片啊 更好的 更方便的 也OK 拆開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了主機板的部分 主要是要把這個 模組遮罩的部分給它拆開 那模組遮罩有三顆螺絲 一上一下 外露 然後第三顆是藏在這張貼紙之下 所以要稍微把貼紙撕開 然後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打開的時候 它會稍微有一點點黏 因為它有散熱電 所以就是輕輕的撥開 再來就是要記得 很多事情是斷電 小心的把它拔開 保護我們的其他電子元件 M.2 SSD位置是在這邊 然後把它拆下來 再把這個遮罩拔下來 再裝到我們這個新的 1TB的SSD 或者是Whatever SSD上面之後 再把它裝回去 那鎖回去之後呢 我們就反向把它沖回去 內似是短的 外似是長的 不要插錯 硬體改完之後呢 我們要重灌回這個Steam OS 它本來就已經是很高CP值的產品 現在就是更高CP值的產品 其實它有非常非常多玩法 甚至很多人把它做成一個 帶著手機 你再要配一個Hawk 然後裝了W2GO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用 你帶著你就是去上班啊 或幹嘛 不然說看起來有點荒謬 但它其實 接上了滑鼠鍵盤 然後再接你 它就是個電腦 而且效能還不差 我算是Steam Deck 蠻精準的手機 它完美的解決了 我現在對於遊戲的這個困境 改裝成Windows 就是變成小電 行動式的小電腦 對我來說就是 其實真的是蠻不必要的 我的狀態就是 我都已經沒什麼時間可以玩了 我真的是很難得 才會願意去把我的電腦打開來 去開啟遊戲 做起來玩 就是超級難 因為回家就很累 你不曉得你就睡了 但Steam Deck 它就是讓我可以 更好地去利用 這些很零碎 你本來不可能覺得 這可以玩遊戲的事情 我上廁所的時候 我都可以拿起來 玩一下 結果真的是很不錯 就這麼剛好 在我剛好改造完 我心目中完美的 這個Steam Deck以後呢 一直在關注的這個遊戲 就是復刻了 所以我身為這個 光譜資訊的 古灰級老粉 最近的重製版本的 這個富打天下系列 跟這個三國立志倫系列 就剛好就是 在Steam上推出了重製版 那其實它當初都是 這是我為了Win7甚至更久以前的系統大造 雖然說在Win10、Win11上也是可以玩 可是 配上那個720p的螢幕大小 很剛好完美的 適配了 大概20年前的遊戲吧 它那就是800x600的這種比例 就在這塊螢幕上 超級完美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甚至玩的體驗就是比我當年還好 剛好5月11又要再出了 富打天下司 有推出網路功能 大家可以一起上線同盤 其實4月的時候 今年4月的時候 Bob也宣布說 他們其實還是在持續的 打造這個Steam Deck 2代 它應該會是一個 多代的產品 主要是朝更好的螢幕 跟 更長的續航時間去改進 那還是很期待啦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真的很棒 大家就是 趕快加入Steam Deck的行業吧 OK 好 所以那今天分享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Steam Deck呢 真的是可玩性很高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台 很不錯的小玩具 如果你有它的其他需求 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個 很輕巧 過動性很好的小筆電 足夠你做很多很多 基本文書的轉接 甚至還有人拿它來剪片啊 做一些奇怪的東西 但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台 利用零碎時間來玩PC遊戲的 超棒能力 如果你也有跟我一樣需求 或者你也跟我不一樣需求 就是根據你個人的興趣 個人的想法 對它的需求去打造 屬於你最完美的Steam Deck 你們買到Steam Deck了嗎 你們用Steam Deck玩了哪一款 超棒的3A大作 還是哪一個經典懷舊的老遊戲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資訊很有用 分享給你覺得需要的人 別忘了最重要的 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